崇拜 父神上帝 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栖息 也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再次的回到主你的圣所来敬拜你 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的来到圣所来亲近你的时候 主主你就帮助我们 把我们过去一周所有的忧虑都卸下来 以致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放一边 心无旁焉的专心的来寻求你 因为经上说 当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 你就必让我们寻见 你就必亲自的带领我们安慰我们 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 更求主你帮助今天所有参与服事的 不论是做主礼的要听弟兄 讲道的爱权弟兄 孩子自己的服事 以及所有台前幕后的 包括为我们带领带祷的试镜执事 还有我们的玉德弟兄 为我们读经 我们都一一的向主你来交托 求主你使我们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奉献 能够被主你所用 大大的祝福主你的百姓 我们一切的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领带祷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领带祷 圣经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靠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花药 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 以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是的我们要来颂赞他 要来赞美他 这样我们心中就有喜乐 这时候 我们请听路典师 并且思想歌词 预备自己 我们来敬拜主 路典师从恳古到永远 主啊 祢是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祢的宝座 从太处里的亘古旧有 你以为言为意 以能力输要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主啊 祢荣耀国度 在我们的中间 祢的指引 伴有智慧 比有陈旧 你心事不改变 你却永不落空 掌权的万代 不能振斗 我尽快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归离 你永远长存 全兵永存无敬 为你是真神 是火神 是再来君王 哦 祝你的国度 从恳古到永远 主啊 祢是世代 带走我们的居所 祢的宝座 从太处里定 根不久有 你以为言为意 以能力输要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主啊 祢荣耀国度 在我们的中间 在我们的中间 祢的指引 埋有智慧 必要成就 你心事不改变 必须永不落空 将决到万代 不能争斗 我尽快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归离 你永远长存 全民永存无忌 为你是真神 是活胜 是再来君王 哦 祝你的国度 从恳古到永远 我尽快尽 我尽快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归离 你永远长存 全民永存无忌 为你是真神 是活胜 是再来君王 哦 祝你的国度 从恳古到永远 我尽快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归离 你永远长存 全民永存无忌 为你是真神 是活胜 是活胜 是再来君王 尽快尽快尽 请起立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聚聚在上帝 祝这树林的大家庭里 便是自欺 让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一起来到善人面前 千功地认罪 我们一起祷告 全人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因自己的舒服 本性软弱 单做的不做 不单做的道具做 现在我们痛改全非 学心毁罪 因着圣知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有施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禅士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 阿们 全人的上帝 愿你饶恕一切真心毁罪的人 愿上帝连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都是宿主的人 所以我们在家 在这个家庭 是一个家 我们大家要彼此的 来问安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拱手 向大家左右前后 文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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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三位一体后 第十主日 我们以今天的作文 一起来祷告 全人的天父 甚至耶稣基督 曾教导我们 帮坐在弟兄中 最小的一个身上 就是坐在他身上了 是给我们心智 成为众人的仆人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献上自己 为我们而示 但却是有名 以圣父圣灵一同掌权 三位一体 从今至到永远 大面 请坐 我们共请 今天的福音 我们请 齐义德弟兄 为我们念 今早要攻读的一段经文 曲子 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一节到十二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 是从神那里猜来的 名叫约翰 这人来 唯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 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 明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并 做神的儿女 经文到此读笔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在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你的宝座从太初已经立定 从耿古就有 主啊 在这疫情变异的形势下 你依然坚定我们的心 使我们信心不至于动摇 主啊 唯有你是真神 求你的圣灵来充满你的仆人 让今天要分享的信息蒙你愿纳 我们将以上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 求你带领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各位尸体和线上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福音主日 所以我要 我们要来思考 一个这个讲题 怎么样找到生命的意义 这可以说是很普通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从最近这几个月 所发生的事情说起 还记得在今年四五月的时候 在印度就出现了 变异的那个新冠病毒的扩散 这波疫情导致这个国家啊 他的医疗 怎么样啊 系统瘫痪 这些医务人员缺乏 有一位 我们看到有一位 缺诊的一个女子 因为她呼吸困难 被送去医院急救 但是在医院就没有氧气 但是她的两个女儿就很着急啊 她们就 豁出去啦 就用口跟她妈妈 给她呼吸 就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因为如果没有氧气她一定死掉了 但是很可惜最后她也是不兴趣死了 甚至有一些我们看到火化场 不停的一直在运转 火葬场就是不堪负担啊 一些尸体只能放在地上等待火化 我们还看到一些贫困的家属 他们因为没有钱啊 要火化要买那个木材啊 他们就将她的亲人的尸体 放在恒河那边 有河水流 让她流走 在印度这个疫情当中 总共大概死了四十万 四十多万人 我们再看 如果 如果我们看他们的生命 是不是很无奈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不会怀疑 生命的意义 然后讲到本地 在本地有些人因为这个疫情 生活与精神 健康都怎么样 面对前所未有的那个压力 有许多人控制不了啊 他的情绪就爆发了 做出那些很失控的行为 甚至引起许多肢体的冲突的问题 这些人是不是疯了 有些还是蛮成功的人士 成功人士来的 有很多人认识他 但是他们活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是不是活不下去 可能这些人感觉他这样做 感觉自我感觉良好 他们在这个疫情中 他们会不会怀疑人生啊 人家叫他戴口罩他不要戴 他们为什么我要戴口罩 他们是不是在怀疑 人生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还记得在今年6月24号的时候 在美国Miami 有一栋12层楼高的那个海滨公寓 在突然间就发生什么 倒塌 有一半的公寓倒塌 死了多少人啊 98个人啊 还有11个受伤啊 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会怀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 你可以想象 早上我还在看日出啊 在海边看日出 盼望的时候看日出 还跟家人一起用餐 但忽然间在半夜的时候 整栋楼塌下来 连怎么死都不知道 你会不会怀疑人生啊 面对这样荒谬的世界 面对这样荒谬的世界 你会怀疑生命的意义吗 我们在网络上 有人说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不知道我们基督徒 会不会这样说呢 什么叫人生不过如此 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真面 这些拟难者睡到半夜一点半的时候 忽然间就 看不到人生的意义 很无奈 是不是 人生不过如此 不是这样的 这是包装过的谎言 讲这话的人 他并不了解圣经 我也相信 这不是基督徒的立场 生命有没有意义啊 有 生命有意义 我们看 约翰福音一章 叫我们怎样找到生命的意义 第一 你要承认上帝 在 刚才这位弟兄啊 帮我们读的 第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约翰福音的起头是什么意思啊 刚才你们听到这路电师 路电师 他已经告诉你了 他说什么啊 神的宝座 从太初就立定了 就已经有了 梗骨就有了 就是说 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神已经存在了 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实体 他又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个世界有神 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 如果你不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不会找到答案 所有人若不承认上帝 想要找生命的答案 你无法找到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因为万有万物都是靠他造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所有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 这就是答案 你想找生命的答案 你要做的第一步 你就要承认有上帝 有些无神论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会说 你们这些信上帝的太软弱了 我什么都不信 我信我自己 各位 所以 当你冷静的去思考的时候 人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信上帝 第二个 你做上帝啦 好 没有第三个选择 你会选哪一个 如果你选择 你要当上帝 你会很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是上帝啊 你会变老啊 你会软弱啊 你不是上帝 却要当上帝 你不是上帝 又不肯信上帝 这样你就会陷入一个 无解的矛盾里面 人必须承认上帝 但人不肯承认上帝 那是不是很混乱啊 人 人自我为中心 就是不承认上帝 人就是喜欢依靠自己 可是 如果你说 我要问生命的意义 我告诉你 解灵 还需吸灵人 是不是啊 有人会问 人 从哪里来啊 有些那些 相信进化论的人会说 人是从人缘进化 而来的 那些进化论的人说 各位 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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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章二十节 已经告诉我们了 神是造作自己的形象造的 是造作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造的 是有灵的活人 人不仅有一个活着的身体 生命 还有一个神所赐的灵性生命 这样 生命的意义 非常清楚 我们的生命 是为上帝而活的 是见证上帝的名 是为将来的盼望而活 如果你今天 还认为自己是猴子变的 问题就大了 你的决定 将比猴子和大猩猩更可怜 因为西伯来书 9章27节 告诉我们 按照命定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人被审判的结局 就是什么啊 灵魂的永死 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够满足上帝公义审判的要求 如果你执意不回头 没有人会反对你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如果你认为自己 确实跟猴子 跟猩猩不一样 那还有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人会敬拜上帝 赞美上帝 人会发明手机 人会用手机传简信 猴子会不会啊 猴子会传简信给温传道 这个礼拜我要来 会不会啊 不会嘛 人还有思想 人还有抱负 人会想 哎呀长大之后我要当医生 我要做律师 我要做牧师 或者是我要做博士 请问 有哪之后只会 有哪之后只会 人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足够认真思想的人 请你要记得 圣经教我们 你想你想找人生的意义 第一步 承认上帝 不要依靠自己 承认自己的有限 必须上帝来给你答案 不是用你的逻辑 或者是你的哲学 来找找不到的 人要知道答案 就要找这位圣经所说的 自有拥有的上帝 没有人创造他 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 这就是你的答案 这是你寻找生命意义的第一步 第二点 圣经给我们第二个答案 你们要怎么样 认罪悔改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节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里告诉我们 生命是神给的 这生命是在他里面的 而且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神给的生命 是有光的生命 神造人在里面放了一道光 让人会接着这道光 人就会找到生命的意义 当你因为困惑或者是无助的时候 你就到 你就回到神的里面 接着这个光 你就会找到答案 第五节 第五节告诉我们 光照在黑暗 黑暗却不接受光 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罪 因为罪 让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生命并不是没有意义 只是我们找不到 如果生命没有意义 我们就不用找 对不对啊 如果生命有意义 当你问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最少你会问 就代表答案不是没有 是有 只是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呢 因为黑暗拒绝光 当你怀疑人生的时候 本来这个光是告诉你怎么做 要你安静你的心 聆听神的话 然后去思考 然后去执行他的旨意 这生命的光 要让你找到 找找找的 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可是呢 这些人却拒绝了这个方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原因 因为我们 我们的方式错了 所以耶稣说 你要找生命的意义 第一承认上帝 第二认罪悔改 来到上帝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短络 第三个 要找生命的意义 做神的儿女 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明的 就赐给他全饼 做神的儿女 这句话什么意思 当你认罪悔改 当你回到光的里面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 你就不会怀疑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视节目 星期二特写 每个星期二特写 这个过去 就介绍这些 新州头家 就是说 新加坡以前的老板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叫 陈六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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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读南大的人就认识他了 他是南大 是南洋大学精神领导 领航人 他出生在中国 福建省的吉美乡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 他与哥哥文雀 一起下到南洋 在陈嘉根先生的那个香蕉园里工作 他们工作多年之后 累积了那些经验之后 他们自己 两兄弟自己 在开一个橡胶公司 陈六史先生 不但善于经营工商企业 也十分投入社会公益 及日爱中华文化 他也积极参与新加坡 华文社团的活动 在1953年的时候 陈六史就率先捐捐款 还有捐那个土地 同时他也号召这些社会的 各阶层人士参与捐款 就是创办华文大学 那时候是新加坡的第一所华文大学 叫南洋大学 就是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 陈六史先生创立南洋大学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让那些华校生 广开深造 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大学读 那时候也不可以去中国 他们就在新加坡开 然后他们又陪着那个师资 陪着那个老师 造就人才 他们造就人才 还有社会的经济发展 但他一所创办的南洋大学 因为不符合政府英文至上 那时候他们用英语的 所以有一些排斥 排斥华文的教育政策 终于在1980年 新加坡唯一的海外华文大学 就这样的不复存在 并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更可惜的是在1972年的时候 陈六史先生就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 在2019年的时候 政府当局在南大原校址的一条街道 就命名为陈六史镜 就是为他 就是肯定他 肯定他为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 所做出的弓箭 陈六史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啊 有 他是一位现身教育的企业家 慈善家 事实上 南大生也没有辜负陈六史的期望 在南大毕业中 有大概15%的学生 也在其他的大学考或硕士或博士的学位 我相信很多人认识 当地的一位 其实他是医保人 他是本地的知名学者 他也是参议审学院前院长 中志邦 牧师博士 我相信很多人认识他 他也是南大生毕业的 他毕业于1964年 文学 文学室 之后他也去了英国伦敦大学 修读道学室 也去了牛津大学 学什么啊 硕士 然后去了 另外两间大学 美国大学 哈佛大学 读博士 很可惜 他在今年六月安息祖怀 中博士在晚年的抗癌中 继续写故事 我有看过他写的故事 从南大到北大 有三本书 就是从南洋大学到北京大学 他写的这个回忆录 他在 他在以癌症搏斗中 对生命有更一生 更一生成的体会 在他的回忆录他写到 人的生命有限 人生旅途的长短 也不能预测 当生命随风而逝之后 留在人间的文学和艺术创作 在某种意义上 可说是生命 他说他不需此行 生命的意义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知道 你对这件事 对你有关系 当你知道了 你会感到很有意义 中博士的生命 被耶稣的福音所塑造 和引导 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 一直以来 他的生命感动了许多人 我也为上帝感谢他 各位弟兄姐妹 朋友 生命的意义一直都存在 神一直都爱你们 只是有些人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去感受 神的爱 所以圣经说 你们要找生命的意义 第一 你要承认上帝 第二 你要认罪悔改 把你跟上帝的 主格拿走 第三 你要做神的儿女 让神住在你的里面 当神住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也住在祂的里面 你就会感受到生命非常有意义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一分钟的短片 这个短片让人看了会感触很深 让你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相信 有很多弟兄姐妹 因为避于无奈 跟亲人分隔两地生活 不能够在一起 虽然视频能够看到 能够听到 但是很想念家乡 家里的人 特别是马来西亚跟中国的 我们看这个短片 然后我们再讲 好 太好了 我的天啊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那个火车司机 因为爸爸因为工作关系 很久不能够回家 孩子一直在问妈妈 爸爸呢 爸爸呢 妈妈说 OK啦 今天我们去看爸爸 然后妈妈就跟爸爸说好了 你驾火车经过的时候 跟孩子说嗨 然后不停地在那边挥手 所以那孩子看到那个爸爸 怎么样啊 孩子在喊 他看到爸爸了 看到爸爸了 请问如果你是那个小孩子 生命有没有意义啊 肯定有嘛 因为爸爸在你的心里面啊 当你看到爸爸在拉 拉笛的时候 挥手的时候 你在那瞬间你会感受到 那就是我爸爸 你就会瞬间感受到 虽然他很忙 可是当我想看他的时候 他会想尽方法 让我们知道他爱我 各位 如果你感受到有人爱你 你会觉得生命有意义吗 所以圣经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的 当上帝 住在你心里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 生命有意义 一个人活在被在乎的环境 他会觉得很有意义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上帝真的爱我们 因为他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如果你说上帝啊 我觉得今天你好爱我 上帝说 不 我从一开始就很爱你 只是你没有感觉 各位 上帝对你的爱 远比你了解的更多更广 因为他的爱 是永远无法了解的 亲爱的朋友 当你心里面 当你心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时 你要接受神 做你永远的生命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这样祷告 你可以祷告说 主耶稣 我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接受你做我的生命 求你的圣灵 进入我的里面 使我重生成为你的儿女 然后阿们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如此祷告 你就会找到生命的意义 因为你的灵里 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 他永不离开你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 当你 当这个世界 面临苦难的时候 从约翰福音里 你让我们明白 生命本来 生命本来就是很有意义 只是我们用错了方式 所以没有找到你 主啊 求你教导我们 用对的方式 常常体会生命的意义 求主也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不要再说人生不过如此 我们要说 人生好得无比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们心里深深知道的 我们的存在 是很荣耀 很美好的一件事 我们要好好过 每天的生活 不管是顺境 或是逆境 我们都要活在 神爱的里面 感谢赞美主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谢谢 林爱玄传教师 给我们的勉励 特别是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人 你心中没有耶稣基督 你心中还没有上帝的话 你就打开点新闻 就能够接受它 很简单 不需要什么条件 不需要你有念过大学 不需要你有没有打过一番针 就是打开你的心门 它就会进来 希望你能够做今天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 因为这会改变你的人生 我们大家静坐 我们在听回应师 全新的你 回应一下 刚才我们所听的 你说阴天 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信息 期待有人能够能够了解你的心 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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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 你说阴天 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信息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 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稿能够 耶稿能够 教一切都更新 耶稿能够 体会你的心情 耶稿能够 改变你的曾经 耶稿能够 耶稿爱你 耶稿爱你 耶稿疼你 耶稿能够 耶稿能够 一个全新的你 耶稿能够 教一切都更新 耶稿能够 体会你的心情 耶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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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一切都更新 耶稿能够 耶稿能够 体会你的心情 耶稿能够 带给你 教一切都更新 耶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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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的你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 来宣认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腾中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地乌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此轮重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惩判惑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的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那我们请坐活跪 我们现在请总事敬直视 带领我们公道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要感谢你的带领 让我们再次的能够 聚集在主你的圣所中 一起来敬拜你 赞美你 我们感谢主 也要为做今天早晨的信息 来感谢主 感谢主你通过 爱权弟兄的口 来传讲主你的信息 求主你帮助了我们 让我们听了 都能够明白 主你的话语的真道 我们也求主你 将你的话语 印记在我们的心中 作为养活 我们灵命的良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 我们要继续 为做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求主你 继续看顾 教会中所有的堂会 不论是富州堂会 富坚堂会 或者是英语堂会 我求主你 继续赐下合一的心 彼此相爱的心 让各旁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不分彼此的 在传福音的事工上 能够互相的佩戴 也求主你 特别赐下智慧的原意 让我们在 领能归主的道路上 能够更加的得力 能够带领 更多还没有信主你的人 归入主你的教会中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为做 我们的牧者来祷告 我们求主你 继续加添力量 给罗主教 中牧师 真牧师 以及传道们 让他们在 牧养的工作上 能够更加的得力 我们感谢主 也求主你 赐他们身体健康 保守他们的家庭 也要为做领袖们来祷告 求主你继续 赐福于他们的家庭事业 让他们在 事奉的道路上 能够更加的得力 我们感谢主 也为做 教会其他的肢体来祷告 求主你继续来看顾 儿童主的学 小组的聚会 活力星期五的聚会 求主来带领 也要将教导的事工 交错在主的手中 求主来带领 也要为做宣教的事工交托 特别是在越南的事工 宣教事工 求主来继续带领 也要为做社区的工作来祷告 也特别纪念到平安 热灵服务情绪的工作 求主继续来带领 有时候我们要为做 新加坡即将 迎来56周岁的生日 感恩 我们求主继续地赐福 与新加坡国泰民安 防荣和稳定 我们也求主继续地建顾和保守 新加坡的疫情防控的形势 求主让这个疫情 能够受到控制 也要纪念到 其他东南洋国家 比如马来西亚 印尼泰国的疫情 求主来怜悯 也要为做疫情正在 经历访唐的国家和地区来祷告 求主继续来 带领安慰他们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继续 引领教区的属下 各个华文堂会的发展 兴起愿意毁身服事 承担使命的弟兄姐妹们 也求主你感动弟兄姐妹们 能够踊跃地建筑 华文部神学基金 为做华文堂会的发展 和壮大培养接班人 感谢主 也求主你纪念 教区属下各间的学校 医院 养养院 以及社区服务的机构 也求主你让他们在疫情下 能够继续得如常的阴影 感谢主 也为做教区 其他的六个宣教区来祷告 求主 让福音的事工 能够继续地成长 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主你 继续看顾教会的专修工程的进展 也要将所需要的经费交错在主的手中 求主来供应 我们感谢主 也要为做八十周年的庆典来祷告 求主你 在筹备的工作上能够 让筹备的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 也感谢主 也求主继续使用教会成为福音的管道 将祝福带给社区邻里的人 感谢主 这个时候也要为做 欢迎的姐妹们来祷告 他们是郭慧宇姐妹和刘尹涵姐妹 求主你继续吃他们 身体健康 保守他们 也保守他们 肚里面的宝宝们 能够茁壮地成长 我们感谢主 也要为做祝愿的姐妹们来祷告 他们是金培兰 黄雅 雅宝姐妹 求主你 透过医生的手 让他们的病情能够早日得到康复 早日得到医治 我们感谢主 也要为做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不论他们是在家中修养 或者在疗远院中 我们求主的灵 此刻与他们存在 求主你伸出你大能的手 来摸着他们 医治他们 让他们的身体能够早日得康复 这个时候也求主你特别加添他们心心 让他们在软弱的时候 身体软弱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依靠主 仰望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宣教士 宁爱犬弟兄 还有王晓凤同工 让他们在这个宣教的 在越南的那个宣教士工上 能够更加的得力 也求主保守平安乐灵 父亲区的主任 蔡宏达弟兄 让他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来 好好的来带领 社区的工作 我们感谢主 以上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我们仍然桌桌或跪桌 我们遵照救主所教导的 来同心祷告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能自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只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老数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老数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终而 因为国度权兵荣耀 全是父的 事事无尽 阿们 会中请坐 我们要进入家训分享之前 还是问一下 当中有没有第一次 没有 看到后面招手了 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也没有关系 大家继续能够把人带到主面前来 然后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一系列的 家训报告 我们目前还是两人一组的坐着 但是我希望 真的很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 我们一组两个人这样坐着 因为从下个星期开始 大家也听到了一些好消息 就是我们可以五个人一组 五个人一组的坐着 至于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可以回复 好像前一次这样 前一阵子这样 有一百人的聚会 这个是很带我们有没有打疫苗 有关系 好 接下来的这个五人一组的这个聚会 同样的 大家还是只能够戴着口罩在下面 而且不能够唱诗 只有我们在上面的 我们负责讲到的 可以把口罩拿下来而已 那么至于是不是可以开始到一百人的聚会 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打疫苗 如果说来的人都是打疫苗的话 那分区五十人一组是可以高达五百人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局限 能够有一百人的聚会 那就有赖于这个疫苗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还没有接种的 赶快去接种 现在不只是六十岁以上 任何年龄的人可以直接走去联络所 就可以接种疫苗了 接下来要报告两个我们教会在进行中的课程 一个是小组领袖的训练课程 在昨天星期六已经开始了第一课 那接下来的14、21还有28号仍然会进行 这些参与课程的都是受邀的 那另外一个课程也是受邀的 就是我们的初性栽培课程 这个是与我们的菜与传道 带着刚刚接受洗礼 刚刚接受监诊礼 过去一两年之内 我们的刚刚进入这个信仰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在探讨 帮助他们能够扎根生长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受邀参加的一个课程 那弟兄姐妹们可以为我们做的呢 就是继续为这两个课程来带导 不管是小组领袖的装备 不管是我们初性的弟兄姐妹们的这个成长 都在祷告中来纪念 求助帮助我们 儿童主日学现在已经在线上进行了 所以从本周开始就已经是线上进行我们的儿童主日学 同样再次的提醒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是休息 然后孩子们跟家长们 鼓励一起来我们的教会实体的来崇拜 小组聚会除了线上的人爱小组不受影响之外 那另外的两组会不会再次的启动呢 这个就有待迟一点的通知 因为接下来12号 这个社区与青年部MCCY 会跟所有的教会有一次的交流会 所以在当中我们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问清楚更多的细节 这样我们才可以拟定我们的实体小组 几时会开始 那小组的主缘 我们会个别通知 这个是我们这个活力星期五的这个告示 希望下个星期的投影的时候 那个手的那个印可以被拿掉 我们很希望9月份 我们可以重启我们的活力星期五 但是同样更多的详情 有待8月12号 我们跟社区这个MCCY开会之后 才更加容易敲定 关于均款的事情 刚才我们的祷告中 我们也提到了 为着我们华文部的这个神学基金的筹款 上个星期是我们的华文市公主日 交换讲台 许富顺牧师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讯息 所以从那个星期开始 接下来如果大家愿意为这个神学金奉献的话 那么就请记得在你们的信封 或者字票后面写上 华文部神学金 这五个字 这个基金其实是为了预备我们华文部的牧者 接下来的十年内 接下来十年内 有十二位的牧师会退休 包括我在内 当然如果是这个退休年龄没有延迟的话 未来的十年会有十二位的牧师退休 所以我们要预备未来的十年内预备十二位的神学生 刚才在祷告中也提到求主兴起那些愿意受装备的人 但是如果他们兴起的话 我们有没有资金去支持他们 所以鼓励大家继续的来奉献 最后是关于教区的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叫做认识与变系抵挡异端 异端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自称是基督教 听起来像基督教 但是其实不是的 刚才我们也讲到要找到生命中的意义 最重要是找到那位真正的上帝 所以这些异端怎么样来辨别他们呢 我们做堂的负责牧师 安月经牧师会带大家通过信经 通过我们常常念的这个使徒信经 尼基亚信经 还有一份大家比较少听见的亚他拿修信经 来帮助大家懂得如何辨别异端 好 我们的一系列报告就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请大家预备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 我们为这在疫情当中 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奉献 不管是财务上的奉献 或者是在服事上的奉献 我们都向主献上感恩 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奉献礼文 主啊 尊贵 能力 荣耀 耶稣基督 有远全能的上帝 圣父 圣子和圣灵所赐的福 将在你们中间 藏与你们和你们亲爱的家人 永远同在 阿们 各位众请坐 这时我们来听猜浅师 永恒唯一的盼望 诗歌结束后大家末导散会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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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有一位真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为要求属你 生命的意义 请在这福音里 只要你开口呼喊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忧伤变为喜乐 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有一位真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为要救出你 生命的依依 正在这福音里 只要你开口呼喊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浪光 将有上天为喜乐 将去怕便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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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浪光 将有上天为喜乐 将去怕便为力量 耶稣 耶稣 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浪光 将有上天为喜乐 将去怕便为力量 耶稣 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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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